今天是7月31号 也就是说这一个月的最后一天 我们来摩乡一个被排斥 被拒绝 被否认的先知 那就是耶利米亚先知 耶利米亚是一个守护的先知 他出生在农村里边 并没有先和的背景 所以说他向天主的酸民 传递着天主的话 天主向耶利米亚说 你想我的子民这样说 所以当他宣讲的时候 他并没有婉转地改变一些方法 让民众忠听一点 耶利米亚在传递天主信息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在第七章第八章 那被称为说是圣殿的宣讲 他的圣殿当中 耶路撒冷圣殿的宣讲 而今天所记述的是 他宣讲以后的后果 因为他的宣讲 马上被众人重视起来了 上至君王 司祭 下至民众 他们重视不是愿意听 耶利米亚先知的宣讲 而是因为耶利米亚宣讲的 他们不重听 不喜欢听 所以他们要派击 把他下在尖里 捉纳他 所以我们在今天看到 耶利米亚寄出的是一个 被派斥 被拒绝的先知 同样耶稣来到了 自己的奔向 奔家 也不被人所接纳 耶稣也在性感方面 受到了挫折 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 最大的痛苦就是 示好心不被接纳 不被承认 所以自己的心在低血 没有遭遇肉体方面的伤害 而自己的心呢 却是极度忧伤 耶稣赖到了自己的奔向 奔家 而这些人们对耶稣 却有这样的看待 这人从哪里得来的智慧呢 你看他们知道 耶稣所宣讲的是智慧的烟词 从哪里得来的智慧和气能呢 他不是罗斯的儿子 玛利亚的儿子 他的兄弟不是雅各伯 罗旺 那么很鲜然的 一敬夫人 这不是给我们生活在一起的 国去那个猫头小子吗 所以他们 对耶稣患有成见的时候 就不愿意接纳耶稣 耶稣在哪里没有掀多少契机 因为掀了契机 他们辜负了这样的契机 这些契机将来要定他们的罪 所以耶稣不会给他们更增加罪 所以耶稣没有 只像他们说了 先知在自己的奔向是不受欢迎的 以至于他们把耶稣驱逐处决 同样耶稣米亚先知呢 也是一样 这些上至郡王司机 及民众 明明白白听到先知的宣讲 是正确的 是扣人心血 让人一下都惊醒了 但他们自己不愿意听到的是说 如果你们自己不悔改 你们的奉献 你们的祭坛 你们的祈祷呢 你们所有的这些都是不会被天主说约呢 甚至如果你们自己不悔改 耶路撒冷圣殿 也将如同北国的圣殿一样 遭受毁灭 你想一想 以色列自民心目当中 感觉到来以跨越的圣殿 要被捣毁 称是呢 要被一平 虽然一听到这样的话呢 他们只是抓住了这样的诅咒的言语 说他自己诅咒 耶路撒冷 以派军联盟 是一个背叛者 我们今天 把耶路密亚先知的遭遇 跟耶稣的遭遇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去反显 教会教会是这样 家庭家庭也是这样 教会那些真正志愿不悔的主教 圣服 并不被看好 并不被接纳 他职责了时代病 却仍然地被别人 背后开台 派斥攻击 你比如说我们 所共治的 香港教区的主教 陈日决 他职责了我们这个世代的辩证 他也职责了我们自己信仰的态度 即便是不被教宗 不能说是不被接纳 因为我们不知道教宗对他自己的态度是什么的 他跟教宗称书了自己的素质之外 并且分析了中国的教会的情况 管理中国的是那些代办 因为教宗既然派遣了代办管理这一切 有的时候教宗也不能够有过这样的权利 虽然给了他这样的权 还要尊重他的权利 所以在尊重他的权利 调和于书籍主教的这种对峙的时候 或许我们听到的这些声音都是一些对我们坚持信仰不利的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看一看 难道书籍主教说错了吗 即便是说书籍主教说的有点过分了 也应该让我们自己警醒 因为我们自己现在所面对的是一个 你是有信仰的 而对方是无信的 有信跟无信本身是对立的 甚至我们可以说是水火不容的 可是难道我们自己一点戒心就不应该存在吗 一点防备之心就不应该存在吗 恋力中中立的态度就不应该存在吗 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是书籍主教遭遇的公局 遭遇的派击 他认虽然没有遭遇训教 而他自己的宣讲 他的厌词一次一次的被革制 被否认 同样我们自己的回到自己的家庭 比如说我们自己家庭 对自己家人的这种爱 烧喝点酒吧 别喝酒了伤身体呀 烧抽点烟吧 抽了烟以后对病不好 身体不好 烧开的收集吧 对烟经不好 这些我们都是善意的 都是好心 对丈夫 对妻子 对孩子 哪一个听呢 我们心里的苦水倒不出来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发态度 我们自己 实行者仍然不是悔悔 我们真的是家里边的先知 耶利密亚先知 遭遇了派击 遭遇了迫害 遭遇了监禁 他并不失望 并不弃乃 这就是先知的奔色 先知的角色 我们承担着 征就家庭 我们承担着 坚持信仰 我们也会遭遇 别人的派击 别人的否认 别人的不被接纳 所以我们没个基督徒 在我们中国有几个地方呢 我曾经跟一个神父 态论的时候 因为管理他们的主教呢 已经签了协议 说是协议呢 其实说白了 就是签署了转化的程序 而面对他的规矩 或者是说 甚至他的坚持 所遭遇的是什么呢 你不听诸教的 你不听教宗的 教会传承下来 两千多年 是听诸教的 是理所当然 是应该的 我们不否认 诸教的智权 如果这个时候 诸教不接纳我们了 教又不接纳我们了 我们是否还真的能够 拥有先知的形象 继续坚持呢 继继继继继继续坚持 天主的信仰 我们不是孤国真理 教宗什么时候 否认了我们 说我们不对了 我们错了 教宗没有说呀 教宗仍然地向我们说 跟着自己的信走 尊重我们自己的酸子 那么我们难道错了吗 所以 先知最大的伤痛 是 说了真话 就如同一声一样 把我们自己的证捷说出来了 我们自己不愿意听 这就是先知 所遭遇的心灵上面 心灵上的打击与伤害 所以我们看到 耶利米亚虽然被监禁了 被囚在那个水牢里了 他仍然还在呼唤着 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 呼唤着民众 呼唤着君王 甚至呼唤着司机 来要求他们悔改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 面对今天被拍挤 被否认 被迫害的 耶利米亚先知 在耶稣 在耶利米亚先知 这个时代呢 他不被接纳 不被承认 一直以后世的我们 看到他所算奖的一切 都是真实 都兑现了 而我们听到今天 七月的最后一天 关于先知 不被劫难 我们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耶稣也是一样的 人们对他们抱有称谨 否认了耶稣的宣讲 我们现在在我们自己的信仰 生活当中 我们足备所传承下来 前一段世界的时候 有一个圣服很消极的说 变天呀 变天呀 变天只能够给我们带来泪雨 只能够给我们带来阴天 但是太阳终会出现的 所以真理 永远是真理 真理不会说 过去是真理 现在不是真理 过去的坚持是正确的 现在坚持了是错误的 那都不叫真理 真理没有酸则的余地 我们必须去接受 如果一个真理 经不起世间的考验 它都不叫真理 而耶稣就是宣讲着真理 教会传承到现在 一直宣讲着真理 所以 有一个教友 在群里边开始宣讲了 说 神父也宣讲了 能够去爱国贵了 我一直没有支持过 但是我没有否认 因为教宗既然接纳了 我不能够反对教宗 原来是优效非法 现在是优效合法 合法了 也并没有让你自己支持你自己 你要跟着你自己的心去走 教宗走这步棋呢 为的是抵面真正的心的分裂 说信了也不信了 已经无留十年 一个没有信仰的政府官员上 却知道谁是正确的 谁是错误的 那么难道我们作为一个教友 一个普通教友都不能够分别了 你自己愿意进入爱国会 采用米萨灵圣体 那是你自己的自由 教会尊重你 圣服尊重你 但是你自己不能够用这样的当节派 来遮给你自己的软弱 遮给你自己的真理面前的拖鞋 给你自己的真理面前的拖鞋